也有出现这种状况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情况 而不是个别的 是普遍的 所以这种情况发生以后是个恶性循环 国家更不敢贷 贷了就拿不回来 这几个亿 他们都 他本人告诉我 他政府呢 你贷的越多 他越怕你 银行越怕你 他就怕你倒闭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实际情况呢 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很难解决 所以我把这个事情呢 介绍给大家 好的 谢谢王先生 我们请两位这个评论员回应一下 对 实际上这个 我觉得王先生说的这个例子呀 是非常好 实际上就是像是 把我们刚才给这个实例的证明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呢 本身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呢 这个我们历史上说过 中国房地产是 中国整个经济花园里头的一个毒草 为什么呢 他一支毒锈的太厉害 把所有的养分全卸了 这个养分就是资金 把所有的事 实业中国利润5% 都不错了 房地产60% 40%都是少的 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资金 都被这个房地产吸进去了 但是最近发生什么事 第一 中共实实在在的 开始控制房地产的发展 所以说今年整个房市 价钱没变 但是销售量下降的 各个地方下降都很厉害 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呢 就是整个中国银行 在紧速银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大的房地产商 他还资金链还能维持 小的房地产商 立刻就是开发房地产的 就出现资金链的问题了 就是说呢 以前银行贷的款 现在房子还没盖出来 盖出来也不一定卖得出去 那么整个来说的话呢 他就是造成目前 现在呢 他缺钱 那银行又不敢给他贷了 这时候呢 他只好到民间去贷款 他到民间贷款 如果民间贷款 现在中国民间贷款的平均利率 是25%到35% 这个已经有点不正常了 因为这个利润率 已经很少有企业 有哪个产业 能支持这样的利润率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 他很多时候 他贷不住 还贷不到 那么这时候 有的时候有人说 会到180% 刚才谢教授说 实际上如果 再往那个角度之后 他实际上已经叫做 庞氏骗局的那种方式 才能维持了 他只能靠大量的 在吸收别的贷款 来维持这样 实际上呢 如果就是这个发展过程 就是说呢 中国经济 一直在畸形的 被房地产拖着走的时候呢 所有的钱往这走的时候 一旦房地产稍微停滞一下子 整个经济就出现 目前这种趋于 这种崩溃的这种现象 就是说很多资金链都在断练 当然资金链第一断练 就是中小企业 这就是我们展现在 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 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说 这个的确 王先生给了一个 非常生动的例子 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小企业呢 当它已经采取 被迫从民间借高利贷的 这种方式来 筹资资金 来进行再生产的话 说明他 就是说 脚下的脚锁 已经套在他的脖子上了 就是这个时候呢 离他跑路也好 离他采取别的措施 关场也好 已经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 他接贷利率是180% 最低也是20% 30% 那么根据现在国际形势 对吧 现在这个整个的出口都萎缩 现在欧美市场都打不开 如果他现在这样做的话 只是说在赌博了 就是说赌博这个西方的欧美市场 能回复到2008年以前的状态 这样的鞋能大量的出 眼睛能大量的出 现在欧美市场整个都萎缩的话 这个情况根本就不会出现 那么这种断裂是必然的 这种断裂必然的 从另外一个情况下来说呢 就是说我们也是很清醒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本身 也不在于全部是 就是说都是外人造成的 这些企业家 他们自己也有责任 因为他们自己想摩取暴力 像任何时候一样 所以他们跑路了 一方面他们是整个制度的受害者 同时他们也是元凶 他们自己采取了这种不明智的 在中国的情况下不明智的做法 好的 由于时间关心的话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一会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 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谁吓跑了温州的企业主 欢迎您与我们分享 您的亲戚朋友 所有关信贷 民间信贷的问题 和有关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的问题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一会儿回来继续讨论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 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谁吓跑了温州的企业主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的参与讨论 或发表见解 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 646-519-2879 或者是通过Skype与我们联系 我们的Skype的ID是 RDHD2008 那我们的节目呢 也可以通过网络呢 即时的收看 收看的网址是 www.ntdtv.com 那么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呢 可以通过爱博电视 即时收看 无需翻墙软件 爱博电视的下载地址是 starp2p.com 我们继续刚才讨论 我们请陈志飞教授 继续刚才的分析 因为刚才没说完 其实大家觉得我把矛头指向的这些温州的这些老板 实际上 我其实他们还是更大程度上 还是受害者 因为他们这个制度造成了这么一个悲剧 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 他的天职就是要发展新产品 要扩大他的生意 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如此的 就是说混乱 或者说如此的低级 出原始 他的现在没有生物了 如果你在做经营员的产品 赚不了钱 对吧 刚才Jason博士讲了 利润只有5% 那么作为一个企业家的本能 他肯定也要投资一个更能赚钱的产业 那就只有房地产 现在中国整个经济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唯一的选择 就像Jason说的 就这种鲜花 你还是不要 你不要的话 你就去最近一点 你就进行协业吧 现在你货也出不去 对吧 国际经济对你不利 所以这个整个还是经济结构的问题 对另外就是刚才有一点 我们在逻辑上把这个普顺 这些小企业他走了 事实上是不是只是影响那些贷款的人呢 其实不是 刚才汪先生谈到说 银行已经给这个企业贷了30亿了 那么事实上后面银行不给他贷了 不给他贷了到民间贷 民间贷是在喝毒药 喝毒药的过程 事实上是把银行的30亿给毒了 如果这个企业后面还不起贷款 他一跑 整个银行的30亿完了 事实上刚才你说 那个温州 就是说眼睛大王 他事实上是20亿的贷款里头 8亿是银行贷款 12亿是民间贷款 当他还不起民间贷款 这每个月2000万的利息的时候 银行那个8亿你也就没有了 所以说整个这个事 不光是冲击了个人贷款的这场市场 就是民间贷款的市场 事实上对中国的金融体制 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而且你还不知道整个企业之间的财界 我们知道银行 中国的银行主要把钱贷给大企业 那么很多国营大企业 他事实上拿到手里拿到的廉价的这种钱以后 他事实上他没地方花的 他没有投资去 像中国的实体产业很弱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事实上很多把企业就转借给了其他的小企业 所以说这些小企业通过 不是通过银行 而是通过企业之间的这种转借 委托近代这样的概念转借的 这样数量有多少 所以说最终这个事 如何冲击中国的金融体制 这还是个最大的问号 我觉得这个比赤贷 在美国赤贷来的可能还要猛烈 因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赤贷在美国整个贷款市场 当时只不到15% 已经把美国经济整个偷垮 而只是在金融行业 那么现在跟这段说法完全同意 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其实它涉及了国营企业本身 它的财政状况 那么涉及到整个经济的方方面面 那么它来势凶猛 最后结果后果真的是 现在还很难揣测 好的 我们有两位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先接几位观众朋友电话 首先是纽约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你们大家好 这个谁害了 当然是共产主义 今天中国大陆 这个制度 根本就不适合做生意的一个制度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发展能量 还不错呢 它就是用那种流氓式的方法去控制这个国家 那么你看一看 你看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日本也好 所有的企业 它贷款都是像银行贷款 哪里有像 像那个核实贵贷款 像核实贵贷款 当然是危险啊 它是百分之百的利息嘛 对不对 中国大陆今天你是哪一个私人机能够向银行贷款 今天大陆上的银行都是国家的 美国的银行都是私人的 那么国家的银行只有国家的人才贷得到 李鹏的儿女要贷几千万不成问题 江泽民的儿女要贷一亿两亿不成问题 他们什么都不需要担保就可以贷下来 所以利息有低策 他不要做任何事情 把这个钱在利策社会上翻过翻 他就赚钱了 所以今天大陆上的高干子弟 高干的人 哪一个不是几千万上亿的财产 他财产哪来的 就是这样来的 真正想做生意的 想发展的 哪一个能够向国家银行贷得款 当然贷不到嘛 他这个所有银行都是国家的 台湾 每个日本 所有的银行都是私人的 你就是一个礼宫 你一百个礼宫在美国也贷不到钱 为什么私人银行 你要贷钱 贷钱你一定要有保障 你把你的房子抵押 你把你的什么东西 你把这个债券抵押 不能的话他不带给你 是不是 所以你大陆不是这个样子 你有权有势 什么都可以带到 你没有权没有势 你说我有一百多房子 一百多房子也不带给你 你怎么样 好 谢谢王先生 好 谢谢您的观点 那我们再接一位 这个大陆济南的林先生 林先生您好 我是 我是沈阳的 沈阳 对不起 沈阳的林先生 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的 那个特点是 都特别浮沫 所有的人都追求高利润 不管做什么都是 把销点都 注定在钱上 注定在谋求高利润上 所以呢 把 人们把 把 用光都集中在 像房地产 像这种产业上 然后呢 把 把 把所有 把社会的 上的所有资金 都 在上面来 所以 这就 把其他的产业的 一些 一些 这种 社会分配 都 把其他的东西 都 都给 好的 好的 谢谢林 好的 谢谢林先生 我们想请两位 回应一下 对 刚才纽约王先生 谈到说这个 跟政策制度是有关的 是 这是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就是说呢 从这个中共的 很多政策上的话 中共是一个严格的 管理这个社会的 这个方式 因为啥呢 因为中国整个 这个经济体制 是病态的体制 它不严管 它只有靠严厉的管教 它才能可能维持 这个这个体制不垮 因为它整个是封 就是各个地方都有漏洞 但是呢 就是说呢 本身它管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举个 简单的直接例子 就是说 它不允许银行 企业之间互相借钱 不允许直接借钱 如果你没有贸易关系 企业之间 不许直接传账 那么 那最后解决傍晚是啥呢 委托信贷 让银行做中间人 最后企业直接委托信贷 实际上呢 就是说呢 它想用这样的方式控制 但是呢 银行在其中的时候 就把这个事情 做成了引资银行 整个这个事情 就变成了 在银行体系之外 完全失控的一个状态 它说是不让你做 但实际上 其结果 就造成了 你更加无法控制 而且呢 就是它在贷款的过程中 它要求银行 今年你再多少钱 这是有指标的 而且呢 它有指导意见 整个银行系统的话呢 它完全是 就是呢 因为中小型企业 毕竟风险大嘛 所以说它主要是 给这个国家大成绩企业 中小型企业 想尽一切法 虽然政治上有比例 带给中小型企业 但是呢 它想尽一切法 把那个比例压到最小 而且想办法 转化成不是中小型企业 所以这种中小型企业 在一旦金融出现危机 中小型企业第一受难 当时我知道 那个郎显平说了 说中国历史 最近过去这20年里头 有三次通货膨胀 每次通货膨胀 中共的采用的方式 都是紧缩银根 紧缩银根的直接结果 就是中小型企业大量倒闭 为什么 因为一次中小型企业 这就是实战 其实就是完全是中共 整个一个政策造成的 那么就是说 当时沈阳林先生谈到的观点 我们当时已经谈到了 就不具体说了 因为再补充一下 实际上中国这反映的 从表面上来看 是一个制度问题 是中国自己市场 一个跟现在的经济发展 不逼配的问题 因为你说到地下钱庄 说到高利贷180% 那让我们联想到的是 200多年前或山西晋商 或者灰商的云作方式 那个时候实际上 就是票号的云作方式 基本上就是这种形式 那么在21世纪 一世纪的今天 为什么中国的自己市场 还是如此的落后 那相当于美国 刚才杰森说的话 他有政府的债券 还有企业的债券 如果你要借钱 你就买政府债券好了 国内的债券市场 现在就是说 特别的落后 基本上是国人没有想象的 这也是造成人民币 现在也不能直接兑货